欢迎光临 走 这家店的锅烧衣面很好吃 我推荐你吃海鲜口味的 你很常来 那就听你的 海鲜锅烧面一份 生产都间隔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不重新复样 当然全部要打掉重做啊 你马上找到李经理 叫他立刻打给我 工厂出状况啊 有一批布料的颜色钢砂太大了 还好还没运出去 这个新运动让冠华当工厂联络人 他又经验不足 有可能传达指定的时候出错了 我们要小心一点 我知道 早就在盯着他了 对了 你有看群组吗 文凛传了一个超好笑的影片 还有 跟Alan的合约签订之后 我们可以办一个签约记者会 宣布Alan跟新华 将要合作一个新运动的新品牌 这对宣传的帮助很大 这爱地也很好 对了 那既然你这么聪明 一定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问你 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小白加小白等于小白兔 不讨笑 蛮好笑的 只是我发现不是要骂而已 分一个熟 连脑子都变顿了 是吗 没事 开始吧 吃饱了 下午还要跟财务部开会 在这边吃饭还可以拍拍立得 我可以帮你们拍 然后你们可以签明 贴在墙壁上当作纪念 少年 我们一起拍一张 好 那就麻烦你帮我们拍了 没问题 等我一下 好好玩 第一次跟你来这里吃饭 遇到这种事 还可以留作纪念 坐过去 两位看这边 比个赞 好 一 二 三 贴哪里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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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见个面 我们谈谈好吗 婚礼我跟文玲都拍了一些照片 还有摄影师拍了几张不同的合照 我整理好了传给大家看看 感谢观看 你怎么会在这儿 哪有照你啊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有什么事 你知道有年跟我提分手吗 你们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我不想介入 你自己上去找他谈 所以你已经知道了 是他跟你说的吗 是谁说的不重要 那天你来我们家吃饭 你们两个的互动 连阿嬷看了都觉得有问题 其实我跟有年会闹得这么僵 都跟你有关 跟我有什么关系 讲出来可能会有点好笑 因为我误会有年跟你有暧昧 所以她生气了 莫名其妙 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我也觉得我好傻 你们明明就是兄妹 我怎么会误会你们啊 可是恋爱中的女人 疑心病比较重 有年生气 其我有这个念头 所以我想 我应该来跟你道个歉 你们说声对不起 你们之间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你不需要跟我道歉 那你能不能帮帮我 说服有年跟我见面 我说了 你们的事我不想参与 也不想介入 所以我帮不上忙 你不肯帮忙 是不是因为 你也希望有年跟我分手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文琪 这么多年来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 从以前到现在 你就不怎么喜欢我 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 你想太多了 我不是不喜欢你 我是对你没有任何个想法 你跟有年是不是有我不知道事 我跟他在一起十四年了 我跟他在一起十四年了 多少风波我们一起走过 可是他今天却因为我误会你跟他 要跟我提分手 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你是不是选举选到脑子坏掉了 你怎么不说是因为你跟曾俊欣传废文 你们感情才出问题的 我跟他根本就没有怎么样 而且有年也信任我 对 张有年信任你 所以他还找记者替你澄清替你摆平 结果他换来什么 换来你爸上面羞辱他 今天你们感情会走到这一步 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要把脏水泼到我身上 你不下班了 怎么还会 去办公室讲 告诉我你跟徐慧敏为什么会分手 什么 徐慧敏刚刚跑来找我 说你们会分手都是因为我 是不是真的 没这种事 是我自己跟他的问题 他说你们在一起十几年 都没有任何问题 你突然坚决说要分手都是因为我 你到底跟他讲什么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我什么都没说 那是他自己的误会 我们会分手跟你半年关系都没有 既然跟我没关系 你就去跟他讲清楚啊 干嘛通我下水啊 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来找你 但是我答应你 我会去跟他沟通 连带我去吃饭 也要去你们常去的餐厅 见你忘不掉他 你就去跟他复合啊 干嘛把我搞得跟小三一样啊 你是好觉得心虚愧疚吗 我去 看你难过我已经够不舒服的 你还想要我怎样 这十几年来 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要对你死心 你凭什么在我伤口上傻眼 就好像不能说的 你还想说的没新话 一个午言下今天还好吧 有空啦 在流浪眼泪流下 别再忧愿天亮慢慢走回家 两人一起在那便乡 这儿 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